我要我先把他們弄得比較像一顆球 弄完之後我要在裡面 挖個洞 蹲 切他們中路 不要跟他拼拳 嘗試切到中路 不會那麼容易的 蹲進去之後再把落胸挖進去 再把把把 再撲撲撲撲撲 就會是一顆 可愛的難關了 我醒到好硬 欸 他沒有要下來的意思欸 他真的是沒有要下來 是我要我要請他出來嗎 我以前一直以為 海底雞就是生活在海底裡面的雞 不是在想說幹這雞很屌欸 到底為什麼這些雞可以活在海裡面 欸有沒有人會怕這個聲音啊 如果你會怕的話 我才不管 好 把我們剛剛的洋蔥 丟進來 然後準備我們的鹽 鹽的話大概二分之一吃就好 然後黑胡椒 黑胡椒我應該會撒多一點啦 因為我本身就是蠻喜歡黑胡椒的香氣 完了完了我的 我應該把我的洋蔥切對飯的 可以用剪刀剪一下 喔哇啊 你好棒啊 嘿喲 這樣我就可以用到我今天買的料理剪刀了呢 剛剛那是什麼東羅的劇情 沒有錯啦 真棒 料理剪刀在哪呢 在這 我們今天的冒險真是太精彩了 你最喜歡旅程的哪個部分 我也很喜歡 不欺負你們的智商嗎 不欺負你們的智商嗎 唉 不然人家都以為 我台的觀眾 智商有點堪憂 我配料準備得差不多了 我要教你們怎麼做南瓜 南瓜 瓜瓜 瓜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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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瓜瓜瓜瓜 瓜瓜瓜瓜瓜 瓜瓜瓜瓜瓜瓜 瓜瓜瓜 瓜瓜瓜瓜 瓜瓜瓜瓜瓜 今天他不用開火 對那個油花椰菜配菜藥 不會為了好看 然後其餘都不用開火啦 就除了花椰菜粉 花椰菜就比較好焦一點 鬼 你們看起來很燙誕 你們看起來在一個很燙的地方看直播 欸! 皆さん! 溫泉泡的舒服嗎? 溫泉泡的還可以吧? 我今天會包...應該會包到六顆南瓜 然後六顆南瓜裡面呢 有兩顆一包肉鬆 兩顆包鮭魚 兩顆一包鮪魚沙拉 我要...我先把它們 弄得比較像一顆球 弄完之後我要在裡面 挖個洞 切他們中路 不要跟他拼拳 嘗試切到中路 不會那麼容易的 堵進去只有這樣把洛兄挖進去 再... 再... 就會是一顆可愛的南瓜了 就是我們先在袋子裡面 揉合一顆球 然後呢 然後呢拿出我們的大拇指來 從袋子就好 不要戳他本人 從袋子這邊 戳一顆洞進去 有沒有這樣 這樣 OK吧 這樣子 戳一個洞出來 齁 戳一個洞出來 有沒有看到 欸等一下我這樣戳的不在中間 哈哈 戳的不在中間 再...再給我一次機會 差不多這邊 接他中路 接他中路 稍微在旁邊推一下 露出...露出差一個洞的樣子 有了吧 這樣就一個洞啊 你看 你看 中間有一個洞嘛 有一個洞 我們就可以來包我們的料進去 然後再把我們的水溝往內壓 往內壓 讓外面的飯飯呢 可以把它包覆起來 做一下醒之後呢 這時候就要拿出我們的筷子 我們的筷子要去壓它的形狀 沒事 沒事 屁哥橘子就完成了 欸對 它做起來其實會滿像橘子 南瓜 好啦現在一顆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大不了的啦 等我把後面做完 你們就知道了 我把... 五顆的... 南瓜飯糰都捏出來了 雖然看起來有點... 殘障殘障的 但是也是挺手工的吧 我應該直接用剪的 用剪的應該就可以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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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剛剛前面的兩顆 哈哈哈... 前面的兩顆 然後這是... 笑臉南瓜 龍眉大眼南瓜 我可以說我女兒一定會顧 我女兒一定說 螞蟻不要再做這種便當了 龍眉大眼 嗯... 然後... 擦擦嘴 啊 retr 換我 好危險 meu de miner 氣汁是沿著我的帽子撕開了 嚇死我 我剛剛原本原來的我的一頂帽子毀了 媽的 我這帽子真是 我的帽子是被狗啃過嗎 哈哈 我的帽子 我的帽子怎麼長成這樣子了 我是在比中指是不是 我要把帽子撕爆了 好 我們今天乃瓜就長架了沒有嗎 試試看 few moments later 我們的 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為什麼這一顆 這一顆難關看你的超像被霸凌的 好啦 我們就來試吃這個 看起來會被同學關懷的飯碗 來 我們來試吃 沒有 清華菜就是清華菜 因為 我沒有 沒有 沒有 蒜頭 尷尬 這個話是吃肉鬆口味 這個番茄的樣味道沒有很重欸 好 好啦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 這一次做的成功還是失敗 我問這個好像厚的臉 跟你們 say goodbye 感謝大家收看初娘 然後不少人應該是被我封面騙進來 因為畢竟濾鏡就是這麼厲害的這件事情 好了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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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aborators ơn 你們 來 走吧 感谢观看